跟你老板说话 你插什么嘴啊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暴 行了 林老板 没空跟你闲聊了 我那四百斤风静珠 啥时候给我送来啊 明儿一嫂 明儿一嫂准给您送来 行了 我去忙去了 十几个特工保卫团 那我们岂不是很难下手 难是一定的 不过再难 也不是没办法 我就不信 那一品香 非不禁一只苍蝇 林老板 这些 该不会都是那种地方吧 这些都是长三堂子 怎么样 小冬 进去消灶一会儿 我才不要了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香雪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林老板 难道你真的要去啊 林老板 你去这种地方 那我们正事都不管了 来这儿就是办正经事的 难道你的意思是 张静芝会来这里 好了 说得有点靠近了 你提清楚了 灵龙院里有一个小清官 今天下午就被张静芝 接进了一边乡 咱们就是要搞清楚 这个小清官到底是谁 咱们要从她的嘴里探听出张静芝的虚实 咱们看似是广瑶子 实则是大探情报 好 到时候你给我放机灵点 别见了姑娘去推转 我才不会呢 好了 你也别太紧张了 待会儿进去以后你就看我的 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知道 反正这种事你最在行的 臭小子 走 好 我们喜欢什么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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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好 好 好 两位爷 您这是头一次来吧 是 头一次 我姓林 他呢 叫小润 我听说 你们这儿有一个叫秦湘的姑娘 秦一好 人更美 我不知道我今天来这儿 有没有这个眼福啊 林老板 你可真会说呀 今儿啊 咱秦湘还确实有功夫 秦湘 好好好 来呢 来呢 日豪 秦湘 你好好哄哄这林老板 知道了 林老板 好 想听我给您 弹个什么曲啊 我想听个什么曲呢 快点走 老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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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真会 这个小老板 要不要我给你请个先生 来做陪呀 我这个小兄弟啊 修大的好爱 是吧 你们这儿 你们这儿有没有刚从小青棺 变为先生呢 林老板 一看您就是内行 茉莉 接西客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我走了啊 茉莉 你好好给我伺候这小老板 今儿你再把这事跟我弄砸了 看我怎么收拾 看我怎么收拾 行吧 走吧 茉莉 好好伺候这儿 我真是提心吊胆吓坏了 刚刚赶死队我都准备好了 就算是龙太虎穴 我也一定要把那个救出来 腾哲这一回火急火烈地找我 是因为他听说山田找过我秘密接触 他很担心外卫舍那边把我拉过去了 他甚至不惜循诺给我 上海商会会长的头衔 希望我只为他一家服务 这次和他会面 我还得到一个消息 山田好像也在拉拢警察 他行动大队 对着王乃正 敌人隔摇狗 却十九的时候能帮了我们大忙 这下午被送到一品箱去服侍客人 也不知道受了什么罪 回来就一个劲地哭 连饭也没吃 这个茉莉不是的是哪个臭男人啊 还真跟我们男人丢脸啊 我们也不知道啊 回来之后他什么都不肯说 来来来 林老板 不提这个 我就怕茉莉呀服侍不好您那小兄弟 来 喝酒 好好好 你喜欢刘勇 老板不喜欢 我喜欢 只是我没想到你也识字读诗词 这里的清官都识字 对不起 我又说错话了 请你不要见怪 我那儿有本刘勇的词选 我那儿有本刘勇的词选 下次可以送给你 老板 您还会再来吗 老板 你喜欢刘勇的哪首词啊 我最喜欢的是 《衣带见宽 终不悔》 《卫衣消德 人憔悴》 你知道刘勇和谢玉莺的故事吗 谢玉莺 她也是位青楼女子 你怎么又哭了 你怎么又哭了 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了 老板 你带我走吧 我做牛做马都愿意 我再也不想见 那个变态的混蛋了 可她明天 还逼着我去陪她 这是个畜生 不对 干嘛连畜生都不如 老板 您真好 老板 我听人家说 该死的人 就越怕死 她房间里 是不是有很多保镖啊 她 房间里就只有一个 不过搜廊上密麻麻 占了七八个 那些保镖是不是都很凶啊 是 她们都有姜 你还记得她住哪一间房吗 我就是随便问问 对了 刚才说到刘勇的词 其实我最喜欢 她住三零七房间 还有 我听说她们订了 梅童川菜馆的川菜 明天会有伙计送过去 并不是 老板 老板 你可以走了 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放心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茉莉姑娘 我虽然年纪小 但是我不傻 茉莉姑娘 多谢了 小冬 你离大宫了 林老板 这都是你教导有方啊 哪里哪里 这都是小冬的造化 他能撬出点东西来 我真是刮目相看啊 没有没有 都是老板的工了 这次行动小冬确实立了大功 但是啊 如果没有大窑的情报 我们就是神仙 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找到接近张静芝的办法 好了好了 咱们还是等行动成功之后 再相互吹跑 既然张静芝明天 订的是梅龙川菜鬼的外卖 那我们不如就从饭菜下手 不行 你们想 这么高的保卫级别 他们肯定防着下毒这一手 如果饭菜在端到张静芝桌子上之前 他们就有人试吃 我们就前功及其了 那该怎么办啊 办法只有一个 不过 不过 很可能有生命一些 小雪 我知道你没睡着 跟我说说话好吗 小雪 我想跟你说话 以免明天 我已经够烦的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烦我 你明天总不会去死吧 等会儿 没算 你就是她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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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 算了 快点 这 这 走 走 走 好 费 快 快 费 快 快 快 老板 你真的听明白 跳水兔怎么做了 除了现场杀兔子 我这什么都没去做 那待会儿穿包了怎么办 废话 咱们到那儿又不是宰兔子呀 杀了汉奸咱们立刻就闪身 我告诉你啊 到时候给我放弃令人 见机行事 明白了 怎么你们俩是新来的 昨天怎么没见过你们啊 是这样的 我是那个替那个小魏的班 他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不小心被车撞倒了 是是是 那你又是什么人 这老祖您可真幽默啊 您看我这身打扮 一看就是今天的大厨嘛 我给老板送跳水兔的 跳水兔 是是 跳水兔啊 是一道四川的名菜 这道菜啊 必须得现杀现做 才能保证这道菜的鲜梅 我已经和这儿的后厨联系好了 这个配料和家务事 今天一早就送来了 不行不行 我怕痒痒 哥 送他们去厨房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做这道菜 他必须得现场表演给客人看 这是做这道菜的规矩 要是缺了这道程序 这 这个鲜美的味道 就差点意思了 再啰嗦老子就宰了你 我 少老板您来了 少老板您来了 这边请这边请 要不 您先到楼上休息一会儿 李主任刚刚来电话 他在办公室里耽误了一下 正在路上 我没事 您给我去壶茶来 好嘞 你就在这儿等他 去 梅龙川哪 梅龙川的伙计 是 是贵宾点的外卖吧 是是是 昨天在主任家吃得高兴 就每顿都点他们家的外卖了 好 就好 公报鸡丁 麻婆豆腐 爆炒腰花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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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老板 茶来了 您这边请吧 少老板您请坐 医住人马上就下来 还不赶紧叫他们把菜送上去 凉了就没法吃了 赶紧送上去啊 你去哪儿 去厨房 不是老总不行 走 这费真是 这费真是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这费真这费真是 得现杀呀 来 张老板醒了吗 醒是醒了 不过 叫他赶紧起来吃饭吧 李主任马上就到 是 张老板 我进来吧 张老板 我给您送菜来了 我这桌上就行了 好嘞 刘安兄 冰原了 抱歉 张米修等了 哪里哪里 怎么不请少老板楼上休息 不怪他们 是我自己在这儿等你的 对了 我看见维路上那小伙计 刚送外面上楼 我们还是别打扰 这位张老板用膳了 爷啊 我看 我们还是先找间房子聊一聊 都快十一点半了 这个张老板还真是不急不忙了 您去他房间看看 催他快一点 吃饭催不得 反正我们和成德大佐约的是一点半 这儿去那儿很近的 也对 来 我们先去聊聊 来 宝贝 来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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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进我 来 出师 来 赵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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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得上去看看 顺雄 你留在这里 把门窗关好 千万别出闻 门口又是回 少老师 快进来 还在这里 少老板 他那人是谁 打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知道 知道 知道你被人家打了这个死蛋 对 因为他是一个大英雄 大英雄 好像一个大英雄 大英雄 大英雄 他妈的 说不说 我说我给你这么说 说不说他到底是谁 说 是我是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多耽误一秒钟 你就很可能出不去了 听着 你现在只有一个逃脱的办法 就是绑架我 有火口吗 就是有个女的 还跳楼了 别开箱 别开箱 展开 大家都不要出动 把枪放下 别开箱 展开 别开箱 别开箱 闻站 谁让你们开箱的 退后 退后 不如有辆车 让郑后 在第一个路过拐弯开上大警 然后一直向西开 到了法租界 把承认换了这身衣服 就去暂时安全了 记住 在开车前 给我一向 为家国里车队 保湿了 别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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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上 别开车 舒一兄 阿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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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灯泽大佐带人来了 大佐 您来了 人现在怎么样了 正经之日 他死了 混蛋 一群翻头 几十个人 都保护不住一个正经之日 我看你们统统的翻头 是属下办事不力 属下一定尽快 把凶手装拿归案 你说邵老师 也受伤了 那现在 人在哪里 刚刚手术 把子弹取出来了 幸好没有伤及到药汉 他正在楼上边防休息 快带我去 是 到了 就在这里 舒安兄 滕渣大佐来看你了 进来吧 好 你就不用进去了 等在门口 是 大佐来了 舒老师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大佐快坐吧 好好好 大佐坐坐坐坐 舒老师 感觉怎么样 这一路上提心吊胆 倒还平平安安 没想到 没想到到了上海反而出事了 你就好好安心养伤 好 张静芝被刺的这个案子 我打算交给王乃正 由他全权处理 这件事交给警察局 一来是为了对付那些探子 和外面的小报记者 这个案子 我们必须处理成 一件普通的刑事案 就说是私人仇杀 绝对不能跟政治 承上半点关系 更不能暴露 我们护送张静芝这些人 来参加 秦善同盟大会的目的 你考虑得很周到 这个案子 一旦让人知道是特工部在追查 肯定会和反而行动联系起来 不过 不过什么 这护送张静芝的任务 一直是特工部在负责 现在出了事又交给警察局 我很担心 李比元那边 会有什么想法 你也知道 最近他和王乃正 这一点你就放心吧 李比元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 他要是倒下来 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至于王乃正 他本来就是外务省发展起来的特务 听说最近 又频繁和山田大使秘密私下接触 这样的人 绝对不会成为我的幸福 他对我来说只有利用价值 所以把这个案子移交给王乃正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为了保护特工部 这个案子查不出结果 要担责任 查出凶手一样担风险 你想想 杀害张静芝的人不是共产党 就是军统的人 如果凶手被我们抓到 他们一定会展开更疯狂的报复 现在秦善徒盟大会召开在即 要是再闹出什么乱子 谁能担得起 原来大佐早就安排好了 我真是岂人忧天了 你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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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小心谨慎 马德很可能会怀疑到你 你的处境十分危险 我知道了 我下一次 绝对不会再莽撞行事了 好 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在这儿下车吧 记住 有情况 随时跟罗同同志保持联系 是 好 叔叔 东哥 我回来啦 叔叔 东哥 曼娥姐 怎么是你 我和你叔叔约好了 说是要上这儿来收房租 结果我到家里一看 一个人都没有 那你 你 外边太冷了 我正好带着钥匙呢 我就开门进去了 要 你叔叔现在穷得 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你还怕我拿他什么东西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你今天不能回肉库了 一会儿 肖展队替你们化完妆以后 把你和大佑送到车站上去 去车站 对 去车站 去大仓避避风头 等张静芝这件事 让风头过去之后 我再把你们接回来 避风头 那要避多久啊 对了 老板 那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你放心 我呢 会想办法潜伏下来 现在上海形势非常严峻 我一步都不能离开啊 对了 小冬 在马德那边 你侦察到什么情况了 老板 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马德到底是什么人 小冬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好 坐下说 你说这也怪啊 他们都落到这个地步了 那他们俩还整天不着家 都麻烦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 最近啊 我这也是早出晚归的 今天算是回来早的 对了 我听你叔叔说 你在那个洋人教堂 找了一份工作 不是教堂 是福利院 在史厅路东头那个 叫仁爱福利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还带一个外国朋友啊 在那里收养了一对双胞胎呢 他们那院长就 就 叫马德 对对对 是马德 我听说这马德在美国话里 就是泥巴的意思 笑死我了 小冬 你这份工作 是不是你叔叔让你去的 为什么非得说 是我叔叔让我去的呢 我就是随便问问 小冬 就那帮养鬼的神父 没几个是好东西 你别看他们穿着衣服 万人前一战 跟那仁儿似的正儿八经的 告诉你吧 她脱了这身长袍 不听什么鬼东西呢 楚香雪面对李曼娥的 旁敲侧击 尽量不动声嘴 但她始终搞不清 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其实 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不听劝是吧 不听劝就算了 还不劝你了呢 真是的 如果不是香雪 应骗到马德福利院当老师 我还没有这么快就怀疑到她 你知道 马德为什么要招聘老师吗 我听香雪说过 说福利院有为嬷嬷 她回美国去了 因为人手不够 所以他们只能公开登报招聘 那你知道 那个嬷嬷是什么人吗 这我不知道 不过我确实调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我怀疑 我怀疑默默是 遭到了马德的杀害 好 你跟我的猜想一模一样 什么 那你还答应香雪搬去福利院住 你知道那天晚上我 那天晚上怎么了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那天晚上 我一直守在福利院的围墙外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万一那个马德 真的是什么变态杀手 对香雪下手的话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香雪是我的亲侄那样 我怎么可能把她往火坑里推呢 马德绝不会动她的 马德只会对窥探她 和知道她秘密的人下手 就像那个摩摩 小董 我告诉你吧 马德和那个叫坚毅的摩摩 是美国情报局 安插在上海站的高级特工 马德是美国特工 而且和我们军统 在上海站有合作 自从马道云叛变之后 我们在上海的两部电台 都被日为特务破坏了 因此呢 我们失去了和重庆方面的良心 经过上方的协调 美国情报局 同意我们利用马德手上的电台 收发情报 那马德为什么杀害坚毅 肯定是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被坚毅发现了 小董 你知道吗 最近一两个月以来 但凡是我们通过电报 向重庆方面事先汇报的行动 几乎全部被日为特务破坏了 因此我们很多的兄弟 都被捕牺牲了 你是怀疑这个马德 我早就应该怀疑他了 从他手上把电报透露给日本人 简直就是易辱反账 没错 这件事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今天下午 我看到马德从天主堂出来之后 我看到一个打扮成神父 但很像是山田的人 从教堂的后门悄悄地离开 我明白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对打扰都不能透露半个字 嗯 我知道 好了 小掌柜和打扰马上就要回来了 你赶快准备一下 嗯 哎呦 这天都快黑了 你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 不好意思 我 该吃饭了 肚子都罢工了 我去做饭 向雪 正好我尝尝你的手艺 厨房需要不需要我帮忙 不用了 您哪 就坐在这儿 等我叔叔回来吧 别动 掉了 小掌柜 你这化妆服真是越来越高了 不过我告诉你们 路上一定要小心 万一露虫八角 你们就会招累杀身之祸 好 好了 趁着天黑 走后门吧 我送你们去长途汽车站 老板 帮我跟香雪说一声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什么很快就会回来 我告诉你 你给我好好在那儿待着 什么都不要想 没我的命令 绝对不能离开大藏半步 明白吗 明白了 大人 我好好看着他 是 老大 你也多保重 嗯 老板 那我们就走了 走吧 好 好 小雪 你们每天就吃这个 西饭咸菜的 是啊 最近这肉价涨得离谱 我的工资又要月底才能发呢 你说你这叔叔 他有什么难处 他有什么难处都不跟我说 好歹的我也能给他介绍个买卖 不至于吃着这咸菜稀饭的呀 对了 给你介绍圣埃依公寓的赵老板 你跟他没有联系啊 哎 万额姐 你这记性真够好的 什么赵老板李老板的 我早就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就算了 我告诉你啊 我看出来小冬醉你最好了 你别看他现在是个穷小子啊 以后 肯定大有前途 记着姐姐的话 可是我就有一件事情想不通 他这么一个青年才俊 怎么会跟着你叔叔卖猪肉啊 他们回来了 这下踏实多了 终于可以好好在车上休息一下了 这假胡子好难受 养死人了 别乱抓 小心会露馅儿 走 快 快 想车想车 快点 快 快 快点下车 快 快点下车 多远点快点快 把你们证件都拿出来啊 长官 这是我的证件 谢谢 去哪儿啊 去大仓 去干嘛 回家 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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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应该不是华校长的人 长官饶命 我才刚刚上车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干 就已经被你们抓住了 看你贼眉手眼的 肯定不是个好东西 你说你什么都没干 为什么鬼鬼祟祟的 小的 昨天刚刚从里面放出来 我怕撞见熟人嘛 所以 我才占了个假胡子 不过长官 你相信我 我出来之后 什么都没偷过呀 你说没干就没干了 给我送 还不过滚 谢谢长官 谢谢长官 带一个 毛熊 你看 我都跟香雪聊了半天了 你怎么才回来呀 那个 小冬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小冬 我派他到外地出差去了 出差 他 去哪儿 去金华 我让他谈一笔生意 你让他自己去金华谈生意啊 谁说我让他一个人去的 我这话不是还没说完呢吗 我是让他跟我生意上的一个伙伴 萧老板一块去的 你们听说了吗 外面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就是今天中午西桑路 易炳香旅社出了凶杀案了 听说凶手到现在为止 还逍遥往来 我回来的路上 看到警察在检查 不会就是跟这事有关吧 我听说那凶手是一男一女 那男的呀 那男的岁数跟那个 跟小冬岁数差不多 那女的也挺年轻的 他为了掩护那个男杀手 就从那楼上的窗户上 跳下来了 当时就死了 还有个女的 张静时是在我们手上出的问题 应该由我们去追查凶手 我不明白 为什么滕泽大佐 让我们把案子交给王乃征呢 这不是诚心干我们笑话吗 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但这个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 还有 他不会诚心拆我们的台 可是 你不用说了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交代给你 我得到一份绝密情报 因为这一年来 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种特务组织 受到了我们的有力打击 只有护衣区还残留建制 其他的早已溃破成军了 所以重庆方面 在近日将派出一名高级特工 目的地就是来到上海 而且明天 他们会在护衣区秘密联络站 有一次地下的集会 他们是不是 要迎接这位神秘的大人物吧 我估计 这个神秘的大人物应该还没到 他们这次会议 很可能就是部署 对他的保护和接应计划 还有 护衣区这个秘密联络站 我已经查到了 就在虎聚路三十六号的 四级药房 明天等他们 十点钟开会的时候 我们来个连锅端 是 绝不放脏一个 这十五号也不早了 你是不是也该回去休息去了 你明天一早晨起来有事啊 没 没事 我还以为你明天一早晨起来有事呢 所以才赶我走 哪儿都坏啊 这 香雪不是在家呢吗 等香雪不在家的时候 咱们再 满脑子想什么呢你 好了好了 你都给我下诸科令了 我也别这么没眼力见了 我走了 好好 你这是干什么 刚才 我要是当着香雪的面 把钱退给你 你肯定觉得没有面子呀 现在好了 现在没有别人 就咱们两个 别打中脸充胖子了 我没事 就听我的吧 有钱买点肉吃 别老吃那个 咸菜稀粥的 看看你 都瘦了